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澳洲股市在下午4点收盘之前暂时保持平稳 居然还上涨了0.1% 收盘收在7018点左右 那么中国A股依然是在放假期间并没有开盘 今天将会是第一天开盘 欧美股市则整体都出现了下跌 英法德平均跌幅约为1.1%至1.7%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也同样出现下跌 其中道琼斯指数下跌幅度较大 达到了2.1% 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指数也分别下跌1.4%和1.7%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由于疫情的扩散 而导致避险情绪继续上涨 经价持续上涨 目前达到1587美元 石油价格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交通 主要是车辆对于汽油的要求持续疲软导致油价一跌再跌 目前一桶美国油报价是51.80美元 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呢 也是因为避险情绪的影响 目前缓慢上涨至9500美元左右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就是在上个星期 星期六的时候 也就是两天之前 澳洲突然颁布呢 对于中国游客的临时禁止令 我们知道呢 在上这个最近呢 也就是二月初 到二月中附近 将会是很多这个在澳留学生的 从中国回澳洲开始读大学的这个开学期间 会有几成千上万的这个学生 反乘高峰 但是呢在上周六的中午的时候呢 澳洲总理突然开发布呢 这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会针对中国的游客 颁布呢 为期14天的临时禁止令 除了澳洲的公民和绿卡 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以外 一切持有其他签证的 包括学生签证 过桥签证 临时签证 甚至于是工作签证 家庭团员签证 旅游签证 等等等等 一切签证 都无法进入澳洲 这也导致呢 而且这个禁令呢 是当时宣布立刻开始执行 这也导致呢 这个不但是从国内到澳洲的游客 很多在中转第三国的游客 或者说是这个旅客 收到这个消息呢 都是开始了非常混乱的调整 那么我们就暂且不说 在国内等待起飞的那些游客 被临时航班被取消的事 很多 留学生也好 或者中国游客也好 通过香港转机的 或者是通过新加坡转机的 由于现在香港和新加坡 已经颁布了禁令 禁止从中国来 这些地区的人士呢 持有七天 或者是三天的 这个我们叫做临时签证 这就导致了现在的很多 通过这些香港或者新加坡地区 转机的人呢 进也进不去 出也出不来 很多人呢 就不得已在机场 要熬过一个晚上 第二天 买天价机票 再飞回去 而且暂且不说 还有这个学业 包括各个时间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得不说的是呢 这次颁布的这个临时禁令 是非常的不人性化 没有给出任何的缓冲时间 也使得呢 原本已经飞上天的 在天上飞的那些旅客 一落地就面临着被遣返的命运 这个怎么说呢 这也是饱受批评 但其实呢 澳大利亚自己 也将会从这个禁令中 门受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澳洲的财长不止一次说过 中国20万留学生 可能现在是30万 包括120万游客 每年给澳洲带来超过 120亿澳元的经济效益 别看这120亿澳元 乘一个五 也只有是600亿人民币 数字看上去并不大 但是我们知道呢 澳大利亚很多的中小企业 尤其是餐馆 咖啡店 特别是旅游景区的一些中小企业 很多都是依赖着 这120万游客 或者是二三十万留学生 现在禁令一发布 毫无疑问的是呢 他们将会门受着巨大的损失 其实呢 不仅仅是 从禁令发布之后 在发布之前几周 特别是这次疫情开始之后 我已经看到呢 在墨尔本大学附近的一些中餐店 奶茶店 早已没有了之前排队的状况 这个趋势呢 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市中心 悉尼墨尔本唐人街附近市中心的餐馆 奶茶店 火锅店 客户至少少了一半 多的呢 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整一个街道呢 是冷冷清清的 我们知道 墨尔本目前也才四里 悉尼也才四里 而且都是从武汉直飞过来的 并没有在当地感染人群 但依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那我本人在昨天去墨尔本东南区商场里面 去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呢 中午吃饭 也发现在周日的中午 原本是应该最热闹的时候 那些商场里面的就餐区 百分之八十的位置是空的 而且呢 里面的店员大部分 在前面呢 也没有排队的现象 零零散散的几个客户 各大商店里面呢 里面的品牌店里面 也都是几乎没有什么人 这说明 这个疫情 对于澳大利亚的零售业来说 将会有巨大的影响 那么事实上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中小企业 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旅游 餐饮相关的中小企业 在这次疫情中的损失是最大的 那么上升到这个我们说的金融市场 在股市 特别是上市公司里面 从事着旅游 酒店 红酒 奶粉 航空 等等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 其股价也会受到巨大影响 那么从奔赴红酒母公司 财富酒业 在过去十天股价暴跌 百分之三十 从这个现象中 其实已经看出 很多原本依赖于中国消费的一些股票 澳洲的股票 将会在这次疫情中损失惨重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说一下 今天中国的A股也会第一天开盘了 我们知道呢 这个春节的假期已经延后一周了 有一些城市 比如说武汉和北京和其他城市 甚至于将准备延后至下周日 也就再多延一周的春节放假时间 看上去呢 放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好事 待在家里可以吃吃喝喝 啥也不干 但是对于很多的企业主来说 则意味着工资得照发 租金要照付 这一边呢 企业和餐厅又不能开工 即便是开工了 也不一定有客户 也就是说 这一波的疫情将会导致 中国很多的第三产业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 存在着生存危机 那么在这一次的疫情中呢 这个统一的政策 选择的是呢 即便是延迟开工 企业主还必须照常支付员工的工资 毫无疑问的是呢 在这一次选择企业主还是员工 这个艰难的选择中 目前选择的是员工 保障了大部分员工的 临时目前为止的基本收入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如果企业主在未来的一两个月之内 也挺不住了 倒闭了 关门了 那将意味着 这个餐厅酒店的所有员工 这个公司的所有员工 将不再会收到任何的收入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 其实呢 是非常的残酷 而且严峻的 对于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我们说的巨大 将会以万亿人民币作为起步 之前我说 一周不开工 等于全年GDP减少52周分之一 两周不开工 那就是26分之一 如果三周不开工 GDP将会减少接近于多少 接近于13分之一 换句话说 如果三四周接近于一个月不开工 那么很大程度上来说 今年GDP破6 很有可能将会是一个大的现象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从现在最好的预期来看 1月23日封城之后14天 在最好的情况下 疫情会达到了峰值 也就是最高峰 之后将会缓慢下跌 如果真的上这么所预料 1月14天之后 那将会是本周四 如果本周四疫情得到缓解 那么对于股市 对于民众的消费 和对于全世界的担心 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缓解 我们也希望尽快能够看到 这次疫情从高峰开始反转 开始下跌 因为谁都不愿意看到 因为谁都不愿意看到 疫情的继续扩散 我们也衷心希望 无论是生活在中国 还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们 这个时候能够团结一致 能够共同对抗这次疫情 那么感谢各位 对于GoMarkets的支持和信赖 如果您在这段时间在家里 并出不了门 希望对于金融市场 或者说对于投资 还有一点兴趣 想了解一下的话呢 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